夏天必饮的汤煮好了 排骨苦瓜汤 有好饮之余, 还要排下热热 又到了夏天 这个季节吃苦瓜是特别好的 用苦瓜煮排骨汤, 很棒的 今天分剂的材料是 买两个苦瓜 还有漂亮的红萝卜 两个椰棕, 两块姜片 最重要是加了漂亮的黄豆 提前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浸 加一块漂亮的陈皮 我喜欢加几粒干贝, 鲜甜 我喜欢用这些鲜骨 鲜骨不肥腻 回来飞了水, 煮起湯 又不肥腻又好饮 如果你买不到这些大顶, 买长的也行 我们就开了盖 最重要是去中间的核 如果不去这些核, 变成了很苦 苦瓜汤不要切得太小 我喜欢它这么大 这个浸过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漂亮的黄豆 先放下这些所有材料 苦瓜我们煮了半个小时 才放苦瓜 好了, 煮了半个小时 那些汤 是呀, 奶奶白食 还有白豆好 这个时候, 苦瓜就这样折下来 好, 再煮多半个小时便可以了 夏天必饮的汤, 煮好了 排骨苦瓜汤 夏天啊, 你们不会煮这个苦瓜汤 真的走到呀 这个才是我们广东的漂亮汤 鲜肉是苦苦的 哇, 一吞下喉咙 回甘啊, 舒服了呀 这儿 特别啊, 熬夜啊 还有觉得上火, 记得煮它呀 没关系 这均胡书 最好 这也会 非常好 我们下期待